夏天午后的阳光洒落室内 让屋里的一切显得有些梦幻 美丽的女主人带我们参观这家古仆小店 也进入了她从香港远赴台北 再到花莲所追求的理想生活 这种手工书是一个台中的女生 她就是一整本都是手工去制作的 她这种她其实是可以夹在头发上 变成你束包包头的时候就可以夹在边边 这也很适合台湾人的打扮 台湾很多女生喜欢这样子的打扮 这个是我妈妈勾的 因为我觉得我会踏上这条 其实也是从小就看到我妈妈在 不管是看电视空闲的时候 她就看到她在勾东西在制东西 想雅文是来到台湾之后才开始学设计的 她20岁在香港当上艺人赚钱养家 因为不太爱打扮也不会讲漂亮话 常被封为娱乐怪咖 决定脱离演艺圈在离家很近的台北生活后 她念书打工活得像个普通女孩 讲话开始没有香港腔 还学会了几句台语 那时候在便当店打工 那些台台的便当店 他们都会放台语电台 然后我就一直问他们说 他们一直控把控口 控一控是什么 他们就跟我说是数字 有些伯伯他们叫便当 他们就说要控把便当 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数字也叫控把 控肉也叫控把 我就会很好奇这些 就慢慢学这种 在台北忙着创品牌做生意 加雅纹生了场大病 来花莲散心时 因缘忌讳发现这栋小屋 又开启另一段旅程 如今她已经是半个花莲人了 节奏缓慢平静地生活着 还想把爸妈接来退休 对我也不知道 因为这样子其实也不能算是一种任性 因为你还是要为你的选择去负责 让他完成 因为我不是那种三分钟的读 而且我是那种就是 如果我开始了 我一定要他好好的做 在我就是可能 过了十年二十年后 觉得我的一切其实也是因为这一点执着 我把它建立起来